好 大家好 下一場我們邀請到李曲問人 講的是你所不知道的GOLAND 那我們掌聲歡迎李曲 好 謝謝這麼多人來理事堂 原本想說如果說講GOLAND的時候 可能會很多人覺得沒有興趣 因為其實GOLAND在台灣 並沒有真的非常多的開發團隊的掌聲 是最近才較為前面 雖然說現在其實現場有很多的 像是Docker啊 Guberanties Terran Foam 這些大家所知道的 去PubyMati本 從後面都送Torrent 但實際上真的很多團隊在開發的時候 並不會一開始就選擇這個遊戲 那 因為接下來開始 我們要看了很多 比較深入一點的東西 那就請大家可能可以 稍微伸個懶腰 因為畢竟 各位兩個參加了Pinko Scott 應該精神多少會有點累 那 我們直接開始了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KAPIX的LINE 今天介紹 我的名字叫做李 KAPIX是一個售票平台 那售票平台的特性呢 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平常的時候 大家應該是不會每次都很滑SB 一樣在那邊往售票平台 大家都是在12點整或是搶票的那個瞬間 才開始在前五分鐘開始登入我們的網頁 開始突然瘋狂的 不管是手動還是那種狗外掛去刷我們的網頁 所以我們的流量平常的時候其實都是沒有那麼大 如果在搶票的時候可能非常非常大 那在這種時候 其實autoskilling的那種緩慢的方法是沒有辦法支撐我們這樣子的流量 而這種時候 其實在這樣子極端的情況下 熟知 不管你演算法 資料結構 作業系統 這其實都是身為我們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 其實你選用什麼樣的程式員 每個程式員它背後換 我們可能用C啊 用Ruby啊 Python Note JS跟Go 我們就寫一樣的Hallover 它背後的原理到底是真的一樣的嗎 如果說真的一樣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就要發明那麼多的實質和實質員 除了余華棠以外 它背後C是還有一些事情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例如說 這邊是一個用C寫好的Ruby 它其實很短沒有幾個 然後 因為它是可以編一層的主文部 可以編一層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它的組合語言 那組合語言也就是我們身為人類 可以最接近 最後在CPU上是最接近 我們可以邀請它的組合語言 因為如果它已經變成賀金位檔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找到 它只有這麼幾號 但是在有沒有想過 Go的Hallover它的組合語言 你長什麼樣子 它長不這麼多 但它不是都說GoLand它是一個 效能跟Hallover 可是效能到底好在哪裡 光是一個Hallover 都要這麼多的組合語言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C寫的 這麼多次 就是突然就是Hallover 我覺得它用這麼多 我自己必須要轉這麼多次 這樣真的有多交給你跳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下去 它到底專門做了什麼樣子 到底它這什麼事情 你看 因為可能知道在場的人 有些朋友 還沒有真的使用GoLand 就是這邊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GoLand 這一個什麼樣子 GoLand這個名詞 大家可能在學GoLand的時候 我很常聽到 會看到很多的傳教師 或者是在文章上面 就會講到說 GoLand跟以往的Process跟Strip不一樣 它沒有那麼的十字元 它預設一開始的Stacks只有兩倍 它非常的小 所以很輕量 我們可以開得非常非常多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是這麼吸引你的東西嗎 如果說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以前的人沒有想到 而現在突然就想到 這就讓我們繼續看一下名字 這邊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程式 我這邊寫了一個很明顯的回圈 大家每一秒鐘 會把我們寶生存音符的ID給印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它跑出怎麼樣 就如我們所預期的 它每一秒鐘 都打出一個E的數字 這沒有問題 但是假設 我們今天把這個Function再Copy著 然後想要印出2 這樣子它會印出什麼樣的東西呢 還是只有1 那那個2為什麼沒有印出來呢 這了解的人應該都很清楚了 因為它前面就是一個回圈嘛 那第二個Function Room 絕對不會被執行到這很正常 可是大家想想一下 假設今天這群以後 像是哪個月外子 第一個用戶 他可能做了一個信用塔交易 信用塔放在那邊 他花了很多錢 就把交易處理好 可能花了10秒鐘 那難道第二個人 就要等他10秒鐘結束以後 才能執行他流來往前的動作 這絕對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種東西應該是要讓他人狀病情 在GoLang裡面的話 我們要讓他並行的話 就直接加一個Go 以及獅子在前面 這樣子第一個回圈 就會把它放進GoLang裡面 而第二個回圈就會在EventLang裡面繼續跑 我們來看結果會怎麼 就如我們所預期的 2和1交際的出現了 但是它並沒有一個真正可以去預測它的順序 因為GoLang裡面的話 背後運作原理 跟我們所熟知的Thread和Fuzz 是一樣的 所以透過的例子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到說 原來GoLang裡面就是一個 類似Coldback號 或者是類似Ford 或是HigerThread 雖然講什麼 但是GoLang裡面和Thread 它到底差在哪 我覺得其實很少人真的去解釋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看討一下 有讀過那個SourceCold的人 你剛才知道說 其實這Lang裡面 並沒有一個Threader 叫做Process或是Stread 它這個Threader其實叫做TestStread 而它是Stread還是Process 其實是取自於它的Virtual Memory 是叫人家Sharp 還是不是Sharp 這也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對於Process和Stread去背的那些面試的答案 但實際上它在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而GoRoutine 它在GoLang的程式碼裡面 它是長這個樣子 跟剛剛的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TextDrop 它是在作業系統的原始碼裡面 而作業系統在我們開啟機器的時候 它已經是一個可以運行的Vinor 而GoLang它是在我們的Round Time裡面 它是在我們Uter Space的程式碼裡 它並不是在作業系統 這就是它在這樣的Sharp 換個頭來解釋的話 今天假設我們有一台四核心的機器 那我們每一個核心Pack的東西 接一個Text 這是很好的 可是作業系統裡面 不會真的只有四個Text 它有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時候就要靠Contact Switch 來把不同的Text 還在中間做排程 讓大家都可以公平的分到CPU的位置 那GoLang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是在每一個Task裡面 自己去做你讓的一個程式 它的程式是一個Task裡面 我們自己寫好程式 它每個人 GoLang都會很有禮貌的 知道說 我跑一段時間了 在某一個時機點 我就要你讓給另外一個GoLang 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Uter Space去做事情 它並不透過作業系統 所提供的開設計 而是由自己GoLang所做的開設計 所以總結 Task是作業系統來做開設計 而GoLang是由GoLang自己做開設計 好 那 剛剛看完了GoLang的範例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更深入一點的東西 這邊一樣是一個無線的迴圈 而這個無線的迴圈 我們把它擺進了GoLang就好 據剛剛所了解的 它應該不會當到後面的迴圈 而後面的MainLoop 會不斷地在每一秒鐘 拼出來指 我們來看看它結果怎麼樣 就如我們所預期的 它每一秒鐘都拼出了一次MainLoop 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們想過 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MainLoop 再多一點 會把這個MainLoop 跟模一樣 它繼續應得下去 但是如果再多一點 MainLoop 印了第一次之後 就再也印不出來 它還是有第一次 可是後面就再也印不出來 以我們的觀念來說 GoLangRoop它跑到 也很像是跑到背裡 去執行 它不應該擋到下面的MainLoop 可是當我們的數量 到達四個的時候 MainLoop 它印了第一次 就再也印不出來 不過稍微 這個GoLang要了解的人 應該知道說 其實事實上 GoLangRoop他們 也是必須要跑到一個 Stread上面去 才能真正執行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的圖一樣 每個GoLangRoop它實際上 還是要在 Stread裡面去做執行 它如果沒有Stread 它就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大家可能 這些財客說 那可能是因為 我正在MainLoop 它實際上是適合性 所以它就是 開四個Stread出來 而GoLangRoop只要到四個 它就把整個Stread都散滿 然後它們又沒有繞出來 因為它做出一個無限違約 所以MainLoop在印了第一次之後 它這邊 睡了一秒鐘 就退出了Stread 而它就再也回不去了 可是事實上 我跟大家講 我正在MainLoop實際中是兩合起來 它不適合性 但為什麼我再四個的時候 才會這樣出現 我們來探究一下它的原始 在GoRoutine 在GoMan整個跑起來的時候 它實際上前面會先做一些事情 它會去Initial整個環境的環境探數 然後在這邊會做一個OS Initial的動作 後面才會做白層系的Initial的動作 那在OS Initial的動作裡面 它這邊分成了不同作業系統不同的製作 像這個是在Linux裡面 它在OS Initial去設定了NCPU 即是Number of CPU的這個變數 它使用了Get Process Time 去設定這個數字 而這個Get Process Time 它裡面使用的是Linux一個非常知名的System Low Schedule Get Affinity 它很深的意義就是 為了讓我們的Thread 可以不斷的在同一個Code上面支持 這又關於到一個CPU上 它裡面的L1、L2的Catch 到底是不是能重複的被運用 而不要每次Thread換來換去 Catch就會被清掉 這樣就會有非常多的Catch Base 所以在Linux版本裡面 它是使用這個System Code 來去抓到說 我們屍體到底有什麼可行的 而這個在我的Mac上運行起來 它會有點可行 也是我實際上有屍體可行的說法 但是這個System Code 在Mac裡面一定沒有啊 在Mac裡面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這邊使用了Get和CPU這個功能 而這個Get和CPU 它這邊使用了SysControl參數 它這邊還有貼心的註解 它這邊還有貼心的註解 它通常是使用了HW和CPU的這個 而這個值 你實際上在你的Terminal打起來 你會發現 它有可能會比你的 屍體核心高多兩倍 這是因為 我的Mac裡面 它裝的是Intel的CPU 而Intel的CPU 它有Hypersealing Core 就是說 它一個Core就會讓你可以 它一個Core就會讓你可以 同時跑兩次在上面 也就是 也就是 這裡就是為什麼 雖然是沒有一個Core 但Golan它特意幫我開Core 那這件事情其實 融縮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平常開發的時候 很常都是在Mac上開發 而屍體上 在Brushon的環境 是不是很 Dingman上面運行 所以如果說沒有注意到 這些不同作業系統的差異的話 很有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預計之外的技術 好 我剛剛有看到舉手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時間有點趕 所以麻煩就是大家 集中問題 我們在最後Q為人 今天一起問一些 好 那 剛剛看完了 我們知道 在Vendom太多的情況下 這雙Rose 也沒有辦法進去 被Crunch出來 可是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左手知道的 那它刺隔的時候 Vendom只會定一次 就再也應用出來了 但是 如果我今天在這個 過迴圈裡面 新增一個Function 而這個Function 我們在裡面定義一個 隨便定一個很大的 Bytearray 而這個Bytearray 我們隨便把它 定一個 這樣子 感覺沒做什麼事 這個變速器 一點用都沒有啦 都可以上掉 再來發生 這個Manage 卻動起來了 我們還回顧一下 如果說把這個 D掉了 它不會動 它只會硬抵一次 可是拿開的時候 它就動起來了 那如果說 我把這個左移20 也就是224方 改小一點 改成2呢 它又不會動 所以我們可以猜測到說 它實際上 可能在某一個中間的值 去影響了它 會動 或是不會動 那我們來把它 稍微增大一點 看看什麼時候 是它的分解 5的時候 不會動 6的時候 還是不會動 7的時候呢 它就動起來 這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Local Variable 超過128 5的時候 就會讓它動起來 但是很有趣的一點是 GoRoutine 它我們的Local Variable 是大小的 排程 它的流程差異 跟大家回想一下 剛剛說過 Thread的排程 是透過Always 在做排程 然後GoRoutine的排程 是GoRain自己做排程 代表我們的GoRoutine 它必須有自己 理量的GoRain 但是我們在寫GoRain的時候 完全沒有去做理量 這件事情 它是什麼時候 開始的理量 實際上 這件事情 是GoRain都都幫你做好 剛剛那個GoRain 如果我們把 它是12次方的時候 拉出來看 這邊算是主的原因 請大家不要緊張 我可以 也要緊張 DHA 它在這邊把一個 非常奇怪的 address裡面的字 移到了RCX的register 而這個RCXregister的 16x的位置 它把它移到了RSI 它其實在這邊做的事情 就是比較這兩個字 它是不是相等 假設比較的時候 RSI和這個很奇怪的數字 相等的時候 Jump Equal 它就會跳到這個address 這個address 489372 我們看一下489372 它在這個地方 去cow了一個方向的 all step 最實際上 我們寫的goRain 表面上沒補出 但其實go 扛開了 它會偷偷幫我們 按插這個方向 這個判斷就是 假設 這個地方的詞 它是 但這個相等的話 它就會跳到 mall step 而 我只會跟大家解答 這個詞 它實際上是 goRoutine 它在strade裡面的一個stack 它在strade裡面的 dotal story 會儲存goRoutine 它自己的一些狀態 會知道goRoutine 它現在的stack 使用的大小 它跑到哪裡 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判斷 它的stack的支出 我們繼續看一下去 剛剛這個 0x10的地方 它抓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值 它在goRoutine的struction裡面 到底抓了什麼樣的值 實際上它抓的值 我們可以從這個header的檔案裡面看到 0x10因為是16進會 所以10其實是16的意思 而它抓的值就是stackguard0 這個值 stackguard0 他還有stackguard1 這兩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畫個圖來看一下 其實它的stack的長相 跟我們所學 或者c的marry layout 非常像 它上面是系統的環境參數 stack往下漲 keep往上漲 下面有程式碼 還有一些goRoutine 可是stack是往下漲的時候 keep往上漲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它們有可能會想撞 那假設今天stackgoRoutine 它就會把peep上面 蓋到我們俗成正確的資料 蓋掉 這就不是我們想要發生的東西 所以 有一種方法就是 在這個中間 塞一段stackguard 那就是有一段空 空著的空間 那假設今天你的stack 超過這個地方 它就知道你的stack不夠用 可是要想想 goRoutine它並不是系統的stack 它只有2K平的stack 其實老實說 我們隨便定義一個很大的編數 就可以很超 所以實際上goRoutine 它是有自己把stack長大的 假設超過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more stack的程序 它就會把我們stack 可以長大 知道這點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它在11的時候 跟12不一樣 它的層次碼又變了 它並沒有剛才一個很奇怪的長處 它這邊變成了jump,inlow,or equal 它去比對了一個不一樣的值 那這邊運算下來 它最後是0x80 這個值是什麼值 就是在比這個地方還要小的時候 它怎麼會跳到more stack 更好險 而這個值去查了以後 會發現0x80 它代表是trace stack的size 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就是 事實上我們在stack overflow的時候 它畢竟還是要儲存一些東西 也要參與把錯誤學習 給dump出來 到sddr 或者是到dump裡面 那其實這個程序 它本身也是需要一些 也是需要一些變數 這個變數 如果沒有地方平存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把它多遠處 所以trace stack的size 它其實是預留 來給這些錯誤訊 顯示變數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最似的那個2 它非常小 它只有200 像它做400 回到它發生什麼事情 它完全沒有檢查 它沒有compare 它根本就沒有從 雖然local store 去拿東西 它這邊也沒有放stack 它什麼都沒有檢查 因為它太小了 它認為你在這個時候 會造成stack overflow 或是你的stackgo的情況 太少了 所以沒有必要放在這個方式裡頭 如果說你後面有pull到 比較大變數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再用這個方式 再用這個方式 剛剛看到的 mostack no-context 是個方式 有沒有想說 所以會不會你讓這件事情 就是出現在mostack裡面 雖然它叫做mostack 它不是一樣的 可是搞不好它就塞在裡面 因為這也是魔衣的長線 繼續看下去 你會發現mostack no-context 是個方式 它實際上如果只有 做一件事情的話 就直接轉不到mostack 這感覺很冷 而且沒什麼用 可是為什麼還要這樣設計呢 實際上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的function 分了不同的姓氏 我們的function有平常定義的 應該都是我們名稱 但實際上在現代程序園 有一種東西叫做b-ball 也就是project 寫js的人應該也非常清楚 它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它可以直接沒有名稱的 被當作一個變 被當作一個變數來回傳 而因為它沒有名稱 所以它並沒有真正的自己的context 所以在這種時候 我們就必須 如果它是closure的話 我們就必須塞給它一個context 讓它有自己的生命 才能進去支持下去 而一般的有net的function 我們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才會使用 more stack-long-context的function 好 我們剛看過的more stack-long-context 也知道該繼續下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做jump的地方到底知道嗎 到more stack之後呢 它前面會做一點點檢查 這邊太複雜 我們先進去跳舞 那這方面會跑到new stack這個function 而這個new stack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一開始兩顆b 那下一次要找它會找到多少 它這邊寫得非常新鮮 new size等於old size等於old size等於2 下一次就會是可以 再也就是拔 再也就是使用 直到大到它定義的系統長處 如果你因為它覺得你的stack已經過大 它才會真正認識stack 所以go team的stack 其實是會這樣子長大的 但是在new stack這個function裡面 我這邊有taste source code之後 簡報被那個 這個 實際上new stack這個function非常的長 可是在它的前面 安插了這個東西 它就是pre-end 就是中段 可是這個pre-end 它最後會拿來當作一個判斷的條件 假設今天我們的stack guarding 跟這個相等化 它就會進入中段程序 這感覺就是我們想要找的一樣的過程 那可是stack-end這個值是哪一個 它實際上是一個被定義好的程序 也就是這個值 那剛剛大家記憶力也好 可能會想起來 在剛剛dostack12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看到它比較嚴重 這個ffade 其實就是我們這邊看到什麼fade 也就是說有某一個奇怪的事例 會把我們的stack guarding 它原本應該是一個所謂的動作 但是它卻被強制改成一個程序 而這個程序會造成它直接執行pre-end的動作 它根本就不會跑到more stack 它不會把自己的stack掌握背 它只是為了把這個goal team 讓給另外一個goal team 所以到底是誰把這個stack guarding 通通改成stack-end的 其實是system monitor system monitor這個東西 是在go-end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開始執行那個程序 它會有一個自己顯示休眠的時間 不過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來做GC bombing collector 那第五點就是我們知道的 它長時間... 它如果察覺到長時間沒有禮讓出來的goal team的話 那它只要有辦法去改它stack-end這個值 然後它同時的function裡面又有homo stack 它就會觸發剛剛那個禮讓的方式 在system monitor裡面的retake 裡面有一個叫做pre-end1的function 而這個pre-end1的function 它就是... 可以找到我剛剛講的 它偷偷把goal team的stack guard 給設成了stack-end1的值 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大概理解到什麼意思嗎 WordStack其實是一個home 它會被植入在一個它認為變速使用太大的方權裡面 儘管它並不是真的被拿來做stack強大這件事情 只要今天system monitor認為你跑太久了 它就會故意把你的stack-end1設成stack-end1 強制你執行pre-end1的動作 儘管你不是因為你的stack真的不夠 它就是要強制你去做這個體樣的動作 所以stack-end1可能是個假的這樣子 它裡面存的那個很大的值 很可能只是為了強制你pre-end1 並不是因為你的stack真的不夠用 所以只要你的function有任何原因被篩入了mostand 它就有機會在那個時機點 被system monitor認為主要開始跳 總結的話 剛剛這幾本的總結 這比較簡單的總結 事實上它其實還比較複雜一點 假設我們的區域變得多大於128bps的話 它就會被篩入mostand 因為它認為有可能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差異 那小於的話就會有 如果我們剛剛說看到的2的例子 它不會有mostand 你就不會被system monitor 那剛剛看了很多組合員 那我想過 為什麼mostack這句話要放在這方面 把它拉回剛剛的例子 我們的mostack 它總是在一個很後面的adlet 你看這邊看變化都知道 它其實在非常後面 為什麼要把這個function 丟在那麼後面 它這邊compare完以後 那如果說是的話 直接跑這邊才好 為什麼把它跳進去面子 原來是static bridge predictio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 static bridge prediction 的意義是這樣的 因為今天 其實你的很多的function 其實都有可能會安插 formstack這件事情 但到底有幾個會不會跑 到這個裡面 其實以機率來說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function 其實根本真的被執行到的機會很少 它沒有必要塞在那麼久 因為CPU它每次在frag 它只這樣一次拉一次拉一次拉的 那你就放了一個 其實還不太需要用到的 指定在上面 這樣其實就是一種安慰 那如果說真的有機會 你要跳動的時候 然後你就沒有拉的時候 再往後拉一點才會找不到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地層的效果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我tl 跟lick 它們dl pid的記錄所完成 然後那件事情 它實際上背後所要闡述的 就是static bridge 這個選擇的方法 library stack這件事情呢 其實還有非常多流行 關於它的static 怎麼copy啊怎麼長大啊 甚至它其實還是可以縮小 還有 其實事實上 是在離職工務team裡面的 冰山印象 剛剛跟他舉這些意思 只是跟他分享說 其實看source code 可以學到的東西 是非常亮的 那其實 哪一次有聽過一件事情啊 工務team的static 其實是在地址上 他竟然被他們調整 而事實上 他的確真的是在地址上 因為在我們static 做allocation的時候 他這邊會去call static去做manual的動作 而他return出來的s 也都會變成我們static 所以實際上go team的static 是存在在他的static 程度上的 那關於heave的東西呢 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這是我的prod 有信任的話 大家可以 聽一下 可以定時發一些 一個載文章 然後 就謝謝大家 好 剛剛有問朋友 想要問那個 可以提問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出 那台Mac 24G的CPU 所以在 要用Mac去 去查那個可能性 那時候 也可以要用的對人 就會解釋的 那你剛剛說 在地址上的寫法 Mac只會 插到兩次 對 因為他使用的方法 不一樣 因為那個 他提供的system code 和Mac所提供的 運算方法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那個 他那個算法 他會 察覺到 是你生實體的狀況 而Mac 他會擅自的 去抓你回船 他還會是你生物的狀況 可是 在 GOLAND上 他就是 找4千 那為什麼 去回船 你說 我應該說 GOLAND他 預設就是 希望抓你 實體 或是 所以他才講 對 那如果說 他是沒有辦法 射超過 照片看來的話 如果他 在理論上 只抓到2的 的話 他還聽得像 好 就一樣的順 一樣的順 你才會幫我看看 慢不慢 倒是要 還是要看你最後 iplication 這個倒是固定 因為其實我剛剛舉的那個 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實際上 也在iplication後 並不平常會看到那個 對 而且我剛剛的例子 其實是簡化的 大家可以回覆一下 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其實只有宣告 一個變成 儲點旅程的計算 也沒有 實際上假設今天 共同感人 我們的優化 預設是開啟的 那句話 會直接被散掉 所以我剛剛的例子 實際上是 有很多環環 大家回去如果要試的話 記得要反優環環 要不然這件事情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他會直接 把電段扣除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參與我們可以 來一起插扣的話 可以跟那個 在隔壁隔壁間 PayBus 考慮一 那就有機會參與 我們回答 謝謝大家 好 所以謝謝